做人要做黄上皇 我是厦门自助王 今天的话啊 那我呢 你不是熊二吗 哈哈哈 今天的话要去吃那个自助啊 酒店自助 我好像很少去吃那个酒店是自助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走吧去尝一下 到了 好像这个酒店好像他这个自助 好像没什么东西吃哦 还选一个比较像个比较高档的酒店 五星酒店 基本上啊 那个主食比较多 一百二十八一味 呃 感觉挺亏的 这边还有这种小火锅 但是他那个活虾活蟹 啊 那个名虾都没有了 就像给点那个冷冻的一口 哈哈哈 对 牛柳 牛排 哦 哎 果然那个酒店之处的话就是 比较比较贵哦 这个的话感觉按照我估算的这个价格差不多在 七十左右我感觉合适 但是放在这个星级酒店里面什么东西都得往上升了 这个好像是那个藤椒鸡吧 不过我感觉这个牛排应该是货真价值的 吃起来挺有嚼劲的 菜饼的味道也还不错 就是不太丰富 兄弟 醒醒啊 熟食继续整啊 这边还还不错 有这个虾好像刚刚上的啊 刚才都没看见 是煮过的 如果看起来还挺新鲜的 冰冰的 有冰冻度感觉 那是冷藏吧 肉质没问题 这家蛮新鲜的 一般那个酒店的话肯定 不敢不敢搞鸡搞霸的 熊儿 酒店自助吃的带劲吗 这是你选的 像厦本的自助餐的话 基本上就剩下这些酒店自助还没有工帐了 有没有朋友觉得 厦本哪家那个酒店自助会比较好吃的 可以跟我说一下 我去看一看 今天首次酒店自助算是翻车翻了一半啊 怪我咯 肯定怪你啊 多吃点虾 也许的话 这个酒店是自助他 价格一百多一味 菜品不丰富 可能那个价格全都平常在 环境和服务上了吧 环境的话 环境还可以 我看那个吃人挺多的 应该都大部分都是那个在这边 在这边住的游客 刷点肥牛 这肥牛看起来不错 但是不吃起来不知道怎么样 这个的话也是那个合成肥牛吧 就是大家吃自助餐的话 基本吃不到正经的那个 那个肥牛卷的知道吧 就正经的牛牛肉的 你要吃正经牛肉就得去吃 专门 在火锅店或者是牛肉自助去吃 肥牛的口感比较比较一般嘛 比较软 这个合成肥牛的品质 无算差 刚要灌了一圈感觉也没有什么东西 那个想吃的哦 就吃饱就好了 再吃一碗这个意面 这个意面味道还不错 然后这边饮料的话也比较少 都这种碳酸饮料 好 不管是吃好吃坏都一定要吃饱 好了我也我也吃饱了吃这些熟食吃饱了 这期视频跟大家说再见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感谢观众我们下期见咯拜拜